Hello 大家好 我是三日 你们过得好吗 好久没有给大家录视频了 今天还没有阳光 但是光线其实还是蛮不错的 然后最近眼睛又有点不太舒服了 所以就带眼睛给大家录视频了 从所周知 我染过很多颜色的头发嘛 比较已经糟了 最近呢就在慢慢慢慢的养护我的头发 所以今天视频的主题就是 发油大推荐 然后我推荐的这六款呢 基本上都是日系的品牌 除了这款比较贵一点 然后这款是韩系 其他的品价基本上都在100左右吧 甚至更便宜一些 然后其他就是这四款 我给大家推荐了六款发油 然后其中这六款呢 它各种调 我也没有办法 可能手太小了 我看你有点毛病 六款会用流动性来区分它们 这六款发油 我都是在洗完头发 拌干不湿的情况下 开始涂抹它们的 但是区别就在于 比如这种流动性强的 我就会涂完之后 等它自然晾干 流动性不太强的 我就会拿吹风机 继续给它吹干 仅限于夏天 冬天的话 肯定都是要头发吹干之后 再出门的 我们话不多说就开始进行吧 嗯 就先让我手里这个 我手里这个应该是这里边最贵的 大概是人民币120左右 但是它的流动性是非常强 而且它是那种 玫瑰精油的味道 适合于头发不那么受损的发质 我觉得它的流动性非常的大 你们看 润润度的话 我其实觉得还可以 低收的话 你们看 其实也挺快的 我是最喜欢玫瑰味道的 所以这个发油挺经常用的 尤其在我回国隔离的时候 这个用的真的是超级的快 这个质地其实属于那种清爽 不太粘腻的那种 尤其抹在头发上 不会给头发增加任何的负担感 这一款发油是这个 巴这款发油 其实你们看我用的也挺多的 它也是那种流动性特别大 特别水润的 但是它的香味就是那种 很清淡很清淡的香味 它也是非常适合 抗染发质特技就很典型的 日系的那种日杂风 硬斯风 特别的日系 我在头发上就是清淡的那种香味 所以这个的话 好像是100左右 等于头发受损 不是那么严重的妹子们 可以入手它 推荐两个在日本 很有人气的两款发油 这两款发油流动性也非常的强 这款的话是比较适合于 你们看 就是流动性也非常的强 所以这款呢 就比较适合于 撒拉撒拉效果 就是特别细软的头发 然后这个黄色呢 就是更加的 透理就是更加保湿 你们可以看到 就是它的流动性 没有那个粉色的强 我同样都是挤了一半之后 但是这两个味道呢 都是那种非常非常 香甜的那种味道 你们看过我之前的视频也是能知道 这款发油是我回购的 它就属于那种很香甜很香甜的味道 每一次我抹完之后 我路过别人身边 我朋友都会说 哇你这个味道真的好好闻 你用了什么发油 我一定要去买 然后这两款发油 其实也不是很贵 大概是人民币七八十左右吧 它是曼丹旗下的发油 它有摩洛哥坚果油的成分在里面 所以它的保湿成分是够的 如果你的头发就像我一样 比较细软的话 又不是那么干燥的话 可以用粉色 但是如果你的头发 比较干燥的情况下 但又不太喜欢 特别黏腻的质地 可以用一个黄色的 下面我要说的两款 就是它们的质地 就比较浓厚的 就是这两款 这两款的质地 就是我如果抹完之后 我一定会洗手的两款发油 这个吸收性还好一点 这个吸收性 我觉得没有那么的好 其实它是Cosme大赏的 BearCare的第三位 但是我觉得个人的性价比 没有说那么的高 它主要是有一个蜂蜜的成分在里面 它的情况就是 你看 其实流动性也还好 但是就没有到那么强 用完之后就需要洗手 它这个发油说是深层吸收 但是我觉得它并没有吸收到发根里 用完之后依旧手上会有一层油的那种感觉 就一定要去洗手 它的价格大概是跟它的价格差不多 就是100左右 如果你们觉得想深层修护的 可以去用它 但是如果你们觉得受损没有那么严重 并且不太喜欢厚重质地的话 可以用它 它的味道就是那种蜂蜜的味道 你看也是那种甜甜的味道 就很女生的味道 这款发油是其实在原来 我有出过护发的那个特辑里面 有介绍过它 就简短的介绍它一下 韩国国民的发油 我的使用方法也是 就基本上在晚上用 然后拿它当那种发膜来使用它 它的流动性不是很强 但是它可以用作发膜 你们晚上就可以给它护在头发上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 那个香味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香 我万年回购的一款发油 好了 如果你们要是单从性价比来说呢 我可能会比较推荐 这个爱莫莉的发油 如果你觉得它的流动性 非常的低的情况下 特别厚重 会有负担感的情况下 我比较推荐的就是这个 曼丹旗下的这个发油 它们两个价位差不多 但是一个流动性比较强 一个就是流动性不是那么的强 两个吸收性都非常的好 发油就推荐给大家 大家可以自行的选择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喜欢的记得一键三连给个关注吧 制作不易 请给个关注 谢谢大家 拜拜 哦 然后这个是我的小猫咪 记得跟大家打招呼 嗯 它已经是一只12岁的老太太了 它的名字叫奥特曼 你们好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跟他们说拜拜 喜欢的一定要记得关注呦 拜拜